困了日嶺之後 人家真的有點嘔吐 我知道有些人七八天都沒有出過街 今天是星期六 新增人數我都不想說 簡單來說 加東加西大概有300 每邊有300多單 所以都是非常水深火熱 特別是現在我們即將 要邁向March Break的人回來 所以自不然就多些憂心 我在這段影片 我經常都在想 有些什麼可以正能量 有些比較 positive 一點的東西跟大家聊 那我就 昨晚就在想 我經常做節目的時候 都說多倫多是一個福地 多倫多為什麼是福地呢 基本上是沒有地震 沒有龍捲風 很少打風 最頂的就是下雪或下冰雨 那 但是多倫多怎麼為之有福地呢 都要走運 那其實為什麼說多倫多走運呢 昨晚呢 就做了一件 那些人覺得很無聊 但是其實我後來回答 又很有意思的一件事 那是什麼事呢 昨天兩間本地的 體育台 就是SportsNet和TSN 決定連續24日 就播放多倫多Raptors的2019年 奪標的所有賽程 就是季後賽的所有賽程 那你說 嘿 我也喜歡看球賽的 不過結果都知道了 有什麼好看呢 那我昨晚回家 沒什麼做了 煮完飯 就看球賽 其實我當然知道的結果 第一場 是不是 但是看完之後 我又留意一下這個Twitter 發覺很多球迷都很開心 甚至乎有球迷說 哇 這個是我這一生人 最興奮看的一場球 大家在Twitter上 你一句我一句 都頗熱鬧 然後就在想 我知道現在看的人 十個八個本身都未必是球迷 但是我為什麼說多倫多是福地呢 因為昨天就播第一場 對著奧蘭多魔術 那如是者一路這樣下去的話 其實是會播到總決賽 我們是會贏到冠軍 如果多倫多去年不是贏到冠軍的話 說真的 播來把鬼嗎 看完一輪到最後都是輸的 但是我覺得這個訊息又非常好 因為呢 我看了25、6年球 做了Raptors的粉絲 起碼有20年 那 在這段日子裡面 就是去年 由playoff的第一場開始 當然知道了 又有可愛哥 又有Kawai 又有Danny Green 最後又說Marcus Shaw 覺得他很有機會贏 但是大哥 好 Milwaukee多厲害啊 就是東岸的攻陸隊 然後還有西岸的 就是這個瓣霸級的球隊 甘州勇士 例如Kalvin Durant Klay Thompson Dremont Green Bokey Cusson 這些 可以是史上第一個 五個先發都是五個All-Star球員的隊 多倫多哪有機會啊 沒有可能啦 傻的 所以每一場球看的時候 贏都當是Bonus 那結果呢 大家都知道的結果 就是多倫多去年 就贏了歷史上第一個 加拿大的NBA總冠軍 也是NBA史上第一次境外 可以出現的一個冠軍 那所以呢 基本上呢 在這件事裏面 我們可以看到的一件事就是 我看了這麼多年 我從來沒有幻想過 或者會有幻想過多倫多贏會怎樣 但是沒有真心相信過 Raptors是可以贏到總冠軍的 那所以 我們多倫多的確是一個福地 為什麼呢 在這一刻 我們電視台 在最需要播一些正面的東西的時候 又沒有球打 他可以播回去年 整個賽事出來 而結果是贏的 信息是非常之好 多倫多如果在前年贏 大前年贏 再播回又沒有什麼意思 那所以呢 就算你現在覺得 這件事好像沒有出路啊 不知道什麼時候才有機會贏啊 沒有什麼可能贏啊 我會不會中招啊 我的工作會不會沒有了啊 我的公司會不會沒有了啊 人類會不會沒有了啊 我告訴你 終極 向好的方面想 因為呢 在去年呢 看回球員訪問呢 是我們的球迷才從來不相信他們會贏 這班人呢 從來都相信自己會贏 我都相信我們會贏的 所以 大家努力加油 我只是留在家很悶的啦 今天 這麼好天氣 開車出去遊遊車河 反正那些人這麼便宜 不過呢 就真的要注重人際距離 出去兜一下風啊 吸收一下新鮮空氣啊 曬陽光都是好的 明天再談